《阳光灿烂的日子》是江文导演的处女作 由王硕的小说《动物凶猛改变》 主要演员有夏宇 耿乐 宁静 桃红等 该片的背景是人格时的北京 一群生活在部队大院里的孩子 在耀眼的阳光与遍地的红旗之间 透过自己的青春 意识流的故事里有爱情和性的冲动 有幼稚和失败的革命精神 也有成长的故事 这部电影里大的小小角色都鲜活可信 就连冯小刚和王硕 客串的魏老师和小柔 都让人过目难忘 同时江文非常所忠气度的渐染 屋顶上因性蒙动 在饱受疲肉之苦和精神折磨 大面级的过曝镜头 让眼幕上充斥着阳光的味道 男性荷尔蒙的满意 也自这部影片 从此成为它标志性的电影符号 这部影片中的黑色幽默 具有极强的反反力量 为我们审视过去那个荒诞的时代 提供一个契机 同时也让我们思维处及到 现代的这个社会 我们不禁要问 现在的社会里 还有没有撞成时代悲剧的因素 一部电影能够做到这些 也就实现了附加在其审美功能之上的 社会功能 我想这也是阳光灿烂日子 能够受到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您的评论 我们下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观看